對內湖的感覺就是一個高科技的區域 那有一樣一個生態 我想就是大家都覺得應該還蠻好奇的 所以我們在2013年開始就在內湖社大 就成立了一個內湖生態學的班級 那因為生態學的東西太廣了 我畢竟我大概知道只有略知一些些 大概點五部分而已 所以邀請了像鳥類啊 植物啊 昆蟲啊 蛙類夜間的各個生態領域的老師一起過來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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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剛才在那個裡面的地方 的落葉堆裡面 我們有撈到一隻春蹄 那春蹄的話 大多數的種類 它都身體比較扁平一點 然後再仔細看的話 身體比較仿垂狀 那個觸角的地方可以看出它的特徵 就是春蹄課的特徵就是觸角 水菜的觸角會比較粗一點 這隻就是紅褲喔 對 綠色的眼睛 飛上去了 對 太嚴重了 這邊的水域的環境狗藥井 那也因此好吸引了一些 那個水深溫蟲 或者是慶蟲過來這邊棄棄這樣 台灣慶蟲現在目前遇到最大問題 不怕是氣力的問題這樣子 那氣力氣的不管是開發整治 或者是變遷 就譬如說農田的那個使用方式 就是從水田變漢田 因為青檸是水深昆蟲 它需要的是水域 那當它變成轉做漢田的時候 那其實它等於說 它大部分人的空間就有減少這樣子 人類到大概在 六七零年代的時候 開始用大量的用農藥 那這對水深昆蟲或是對環境 也造成很大的影響這樣子 應該都是工備的水菜 這是這隻棕嶺了 很大隻的 哇 顏色比較淡 對 比較淡一點 兩隻相比 再來的話就是 台灣比較常見的 可能是稀有整治的問題 稀有整治的問題 它常常沒有先去做很好的調查 然後去了解這邊有什麼樣的物質 它就先整治的 那這裡平常會對這些的水深屋 造成很大的影響